21-22球季穿針籃球賽 男子組金杯決賽賽事 是由穿起白色球衣、綠色球褲的紅色野馬 對著深綠色球衣的麗德賢者 第一節的比賽野馬方面發揮不算很好 看到他們入球來自他們23號的謝賢祖 但是真的要提的是 賢者方面 13號球員莫偉謙 今天的MVP可以說是由頭帶到尾 他今天全日得分是去到24分 明顯地會見到他是內外兼備的 這裡又是繼續是謝賢祖 他在下半場才多些發揮 上半場在籃底都撿到一個兩分球 但整體來說 野馬其實上半場 攻防兩端似乎的信心 都未算是建立得很好 這裡是剛才起跳有他們的中中球員 曾文康 曾文康在頭兩節的發揮 明顯看到他的體能 對抗是交到水準出來的 到第二節了 繼續都是莫偉謙 莫偉謙剛才提過 今天的三分可以說是超出了他日上的平均值 而且很多上籃或者中距離兩分也難他不到 譚天佑 是今天 在夜馬中獲得了11分的球員 他也是長距離的 喉射 這裡走得了少少壯人 讓他自己後來一個 補射成功 第二節 見到夜馬方面 少少在吵著momentum 但整體的發揮還未算最好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 內兼備的莫偉謙 在第二節 現場前押殺了三分球 到第三節了 在白衣的夜馬 可以說全隊的信心 上來了 帶領著成隊上來的 擔著一節其次的就是大成旭 他們的中鋒球員 無論在籃隊的防守 籃隊的進攻方面 都為球隊建立了很多的基礎 這裡 炮子謙 頂出來 繼續都是大成旭 他強在 藍底的對抗 除了拿分之外 還要博了犯規 反而 賢者這邊 其實在第三節 他們的進攻 是略起呆濟的 結果 令到他們 被動之下 夜馬是慢慢慢慢 靠著長短波 什麼都有 慢慢越追越急 都剩下1分 去到第四節 更加是風起雲湧 兩隊是不斷交替領先的 這邊 繼續有謝延祖 他在第一節 拿了分之後 收了這把秘密武器 去到第四節 一出來就有一個底局的三分球 彭天有刀來的 中間這邊 入了額色地帶 跳起 一放一個Protter 很流暢的動作 繼續 除了兩分之外 當然 不乎他 對中的三分命中率 47.8%之名 就是他的三分球 但你有三分時 我也有三分 莫偉軒 正如之前所應用 今場的全能王 結果24分的全場得分 山分又見他 藍隊又見他 藍板都見他 對方其實真的是 藏手球員很難去捕捉他設立的路線 所以呢 在第四節 兩隊交替領先 大家的進攻的模式和手法 都是很多變 和難捉的 比賽慢慢慢慢 到最後 開始決勝階段 這個扔出來 又是莫偉軒 可以說 最後那個勝負關鍵 真的牽在他身上 因為 其實 賢者去到第四節 進攻的板譜 不算多了 但偏偏就是因為 莫偉軒的 長短球 三分球 兩分球 在他身上出現 就算帳城動 在籃底 多有統治力都好 都真的難敵莫偉軒的準成度 到最後這個play 這個球 所有東西的完成度 做得很足 可惜最後大城動 都是忍衡的 最後野馬 44比42 就可以 落敗給對手 最後賢者奪冠 好久不見了